哈囉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傅老師 歡迎來到我的Unity課程 我們繼續來做黑魂復刻 在前次的課程裡面我們看一下 我們已經可以做一段攻擊 走一走可以跑可以跳 這沒有問題 所以現在我砍一刀 咦他就可以砍了非常好 那麼在今天的課程裡面 我們要做第二段跟第三段的攻擊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需要動畫 先讓我們上 我們要先說明一下 由於這個黑魂的一二三段攻擊 第二段是從左向右畫 哦 第一段 右往左 第二段左往右 第三段在右往左 這是他這個 揮刀的時候 一個姿勢的脈絡 那我找了非常非常久 終於在佛心網站 Misamo上面 找到一組左向右的揮擊 好 那麼這一組叫做Inward Slash 呃 好像還有另外一組 但是這一組是比較漂亮 所以先請大家上Misamo 然後搜尋 Inward Slash 那找到這個動畫 找到這個動畫 好 找好之後 參數就不用調了 這個我很滿意哦 直接點選Download去下載 那這裡特別注意兩個參數哦 在左上角這裡 請幫我選FBS for Unity 專門給Unity用的FBX 右上角這個要注意哦 預設是With Skin 就是連模型一起下載 那這個如果你這樣選的話 下載檔案會非常大 而且處理起來會被干擾哦 我們今天有一個Whiteboard的模型 所以我們不需要再下載一次模型 那麼在這邊請務必幫我選擇 Without Skin 沒有 Skin 你這樣下載檔案會非常小 等一下就會看到瞬間就下載完成哦 好 Download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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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正在幫我烘焙 基於這些 參數幫我烘焙 好烘好了 欸 馬上下載好 有沒有看到 所以非常快哦 那麼在這裡呢 呃 我們把這個動畫先放到Whiteboard的extra資料夾 好了 我們就拖進來 放到extra資料夾 好 擁有 嗯 非常好 那麼這次再回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 Sable Soul Inward Slash這個動畫 事不宜吃 立刻處理 我們點選歪爆動畫機 然後點選Attack圖層 然後之前已經有一個One Hand A的攻擊狀態 所以我們把Inward Slash拖進來 鬆手叮咚叮咚 我們就有第二個攻擊狀態哦 那麼這個攻擊狀態也改個名稱 叫它Attack One Hand B One Hand B 為什麼不取一二三段 因為你前面有一個One Hand 你再取一二三你自己都會頭大哦 所以在這邊我們就是攻擊段分A段B段C段 這樣子去做 好 那 老師要怎麼轉態呢 這太簡單了 我們準備繞一環回來哦 所以我們從One Hand A出發 點選Make Transition轉過去 然後再轉到Idle 這樣繞一圈 那麼在過去的路徑我們要看一下 過去的路徑呢 X1弹是不用消勾 因為你不能隨按隨轉 低段攻擊勢必得做完 所以這個GOLD不能消 要請大家理解 那Condition部分點加號 我們幫它賦予Attack 如此一來 如果你在One Hand A狀態 你再次按了Attack 那麼這個Attack就會被累積 累積 然後到動畫中量的時候 你這個箭頭就成立就會轉過來 就是這樣子的意思哦 那麼在播放之前 呃 是不是我看一下 要不要處理一下 先等一下好了 啊對不起 還有一個事情 那現在點選One Hand A 我們看一下它的轉態順序哦 那你因為你加了一個新的轉態 所以在這邊你會看到 所有的轉態列在這邊 我們要思考並且排列一下 這些轉態的優先權 請問你要優先考慮是否回Idle 還是是否進One Hand B 那當然是優先考慮能不能進行One Hand B 所以呢在這裡 我們要切換一下它的優先順序哦 所以這樣的意思就是 當你的條件吻合的時候 如果兩者同時符合 優先轉到One Hand B 而不是回Idle 是這樣子的意思哦 好 那如此一來 你才可以順利切換到One Hand B 來我們看一下 呃可能不一定正確 不一定完美啦 我們點選 呃 攻擊 一段攻擊沒有問題 好我現在連按兩下哦 按按 欸 哈哈 欸 欸 你在洗溫泉哦 欸 你在泡溫泉哦 你是在泡溫泉嗎 怎麼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我明明不是這個動畫 我看一下 應該是很帥的 哪裡搞錯 哪裡搞錯 欸 不是應該是很帥的嗎 怎麼會發生這種情形 那連模型都秀不出來 哎呀 差點忘記了 哦 是這樣的 來 我們選中這個動畫檔 點選edit 為什麼會泡溫泉 是因為 我們看動畫的rigging 哎呀 這generic啊 完全沒轉成humanoid 認都認不得 怎麼會犯這個錯呢 認本 所以我們趕快選中動畫 把他的動畫 type 改成humanoid 那麼 Avatar definition 要切記哦 因為你從 Lisa Moore下了 一卡車的動畫 他們全部都不帶skin 都不帶模型 所以呢 當然 這個 骨骼的definition 就是Avatar的definition 你只能copy 從完美的那支 純模型的Avatar code過來 那純模型那個檔案 照的Avatar 是whiteball avatar 所以一定要選它 你看到上面這個東西是因為 呃 你剛才選的generic 你選錯了 所以 unit會幫你製造一隻Avatar 那不是你要的 而且就是它讓你動作錯誤 來選擇 whiteball avatar 好 一切就去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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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說三次 好 現在應該可以了 我們看看哦 揮舞 揮集 欸 呃 各位觀眾 好像又發生了一些事情 你在幹什麼啊 你是說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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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動作怪怪的 那什麼問題呢 好 我又犯錯了 不好意思 我選擇動畫點選edit 做太快做太爽了 在animation底下有東西要轟 我沒有轟 什麼東西要轟 我們捲到下面看一下 這個 root transform rotation 就是跟節點的旋轉 我沒有轟進去哦 所以 我們把它勾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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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所以 這個rotation是要轟的 那 based upon選擇 original 所以這樣的話 它的腳就不會亂晃 腳就不會亂晃了 腳就不會亂晃了 好 呃 這邊底下點選apply 一樣點選apply 很重要 說一次 好 轟了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 非常好 呃 這邊幾個問題 你看它腳掌 你看它腳掌的位置 或許我從這邊看會比較好 好 揮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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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腳掌怎麼陷到地底下去啊 這是因為 呃 這個歪我們沒有轟 對不起 再次來 一個一個看 然後你看到問題才會知道 這個勾的重要性 剛才轟了rotation 所以rotation現在是動畫 幫你呈現 那 但是呢 position 反而是也需要轟 因為你沒有轟 所以腳沉下去 所以在這邊我們把它轟起來 那這裡做一個特殊的轟背 我們轟歪座標的時候 是針對它腳掌的位置去轟 那麼這樣看起來會比較漂亮 所以針對fit去轟 來點選apply 好 再次運行一下 我們再看一看 喔 攻擊 攻擊 欸 這樣腳掌非常漂亮 腳掌非常漂亮 哇 這就很好了 但現在又有個最後的問題 就是 呃 你怎麼一段攻擊完之後 徹底收刀了呢 這跟我們原先料想的不一樣 我們原先料想的是 你一段攻擊 手揮到底之後 你不要回去 直接舉起來 給我反向揮回去 揮擊回去 呃 如果要做到這樣連續的動作 我們就必須修改 先看one handa到one handb的轉排 我們選擇這一條 ~~~連線喔 呃 我們找到 theme 慢慢拉滑 か EU 找到它要回去的這個時間點 你看 他怎麼首先擺回右側 才開始揮第二次呢 這都多餘的喔 э 所以呢我們找到正確的 回揮時間 大概在這邊 大概在這個 那麼上面也會有對 所以你那個藍座標再跑來跑去 好 看到這邊啊 這是真正要第二段攻擊開始的時間點 所以呢 我們看穩看準之後 把這個藍色條條直接往前轉 讓藍色條條的頭跟這個箭頭吻合 叮咚叮咚 如此一來他的揮擊就會是連續的 欸 等一下 傻傻 揮 欸 不是 啊 對不起 呃 剛才第二段的攻擊動畫還沒改 所以他還不是會連續 對不起 呃 這樣子找可能有點 呃 因為第二段的動畫 第二段動畫在 這裡才要回一揮 所以呢 你要把這裡翻過來 這樣 揮下去 再揮過來 還要再前面一點 揮下去 揮過來 太過頭了 揮下去 揮過來 這樣又太過頭了 呃 當然你可以這樣子找到一個很好的時間點 呃 你轉下面的 從 OneHandB的中間開始播放 那麼應該 就可以看到比較好的 比較流暢的 但是呢 我 呃 我不打算這樣做 我打算直接先修改 OneHandB的動畫 我們點選 Edit 再進來喔 我們找到 OneHandB真正準備出手的時間點 大概在這邊 這裡 那我們把動畫的起始點了 就移到這邊過來 好 那點選 Apply 所以現在 OneHandB會變比較短 那麼 如此一來 你在調的時候 就不會被干擾到 就不會被干擾到 我們先 呃 我們先看 OneHandA的揮擊狀態 到這裡 好 準備要回來了 所以我們把整個條搬到這裡過來 好 那我們再從頭播放一次 揮揮揮 就很漂亮 對不對 這是因為 OneHandB的頭 你現在看得很清楚 咔得很清楚 剛才那一長條 你完全不知道 呃 你這個藍條條要從哪邊開始 所以我通常習慣把 動畫直接多一部分踩掉 再過來拉這些東西 再過來拉這些東西 所以現在應該很漂亮了 來 我們回來試試看 好 揮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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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好 揮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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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 兩段攻擊完工 當然有一些小問題 如果你 立刻按兩下 叮叮 那麼 他就會送你兩段攻擊 這未免得之太容易了 那麼這個 Trigger累積的問題 我們在後面會把它修掉 這都很簡單 不要急 我們今天呢 先把第二段動畫 先揮進來 先揮進來 呃 你自己也有一個信心了 其實兩段攻擊非常簡單 只是要 排除掉一些細微的Bug 那除此之外 都沒有什麼太難的問題 網路上有些寫二段攻擊的 我覺得太複雜了 不需要那樣子 那我自己也試過很多次 用過N種不一樣的方法 那麼現在交給你的 是我最終得到的一個結果 希望你可以吸收喔 那還有一個Bug就是 呃 我們在上Attack 這個權重的時候 上太快 突然變到1 這後續也會修掉 好 不用著急 來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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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